变革管理 在本章的开头 我们讨论过进化型先锋们从来不谈竞争 另外还有两个主题 在我们的调研过程中也是从来没有听到提起过 那就是变革和变革管理 想想看 其实这也很不寻常 每个管理者都知道 在组织中推动变革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变革是管理领域最令人挫败的主题之一 相关的讨论也最为广泛与热烈 在变革管理这个专业领域内 有一大帮专家和顾问 试图支持管理者更好地应对艰难的变革之旅 然而在本书所研究的进化青色组织中 变革似乎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着 并且在持续进行 好像压根不需要任何关注、努力或者管理 这是怎么回事呢 在橙色的机器范式中 组织被看成是一个无生命的静态系统 有一堆盒子叠成的金字塔结构 静态系统的内部并没有改变的能力 必须要有一个外部的力量施加在这个系统上 在那样的世界观里 变革不是一个流动的自然涌现的过程 而是从A点到B点 从一个静止状态到另一个静止状态的一次性运动 人们并不抗拒变革 他们只是不想被改变 彼得盛极 在这种视角下 变革只是一个令人遗憾的必需品 我们试图通过对未来的预测与控制 尽量避免变革的发生 我们试图规划生命中的意外 我们祈祷现实世界待在预算和战略规划的范围之内 当情况不妙时 我们常常把头埋在沙子里 我们简直无法想象 现实会残酷的跟我们的计划毫不相干 当再次把头抬起时 我们发现 就在我们固执于计划的时候 周围的世界已经改变 眼前发生的一切让我们害怕 而现在 我们必须得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 迫使变革的发生 我们告诉自己 变革肯定是痛苦的 不过一旦到了B点 一切都会好起来 与此同时 我们需要像重新设计机器那样 来重新设计组织 把人东挪西挪以适应新的蓝图 毫不奇怪 人们往往很抗拒被挪来挪去 为了克服这样的阻力 组织经常会利用人内心的恐惧 讲述可怕的故事 如果没有任何的改变 外边那个充满敌意和竞争的世界 就会威胁到大家的生存 当组织是一个自主管理的生命系统时 我们就不需要施加外力来推动变革 生命系统有天生的能力 来感知外部环境的变化 并做出适应性的内在反应 在森林里 当缺雨干旱 或者春天到得太早时 并没有一棵主控之树 来带头计划和命令改变的发生 在那个时候 整个生态系统会创造性地进行回应 进化型组织采用类似的方式来回应变革 人们能够自由地根据他们所感知到的需要来行动 而不受静态地岗位说明书 汇报线或者职能单元的局限 生命的开展是自然涌现的 意外的以及非线性的 它们可以创造性地加以回应 变化成为一种馈赠 随时随地自然地发生 多数时候并不需要那么痛苦与挣扎 如果你的组织开始采用进化型组织的做法 那么公司应对变革的方式 可以说明组织转变的程度 如果变革还是一个关注点 并需要大家的讨论 那就将它当作一个邀请 和你的员工一起来探讨 我们在哪里还卡在机器的范式中 我们怎样才能帮助组织 作为一个生命系统 来充分地表达它自己 客户、供应商与信息流 当一个组织认真地对待其宗旨时 其眼光就不会被组织的边界所限制 在探索如何展现其宗旨的过程中 该组织将很自然地拥抱供应商和客户 比如说 巴塔哥尼亚只与严格遵守 环保规范的诚意供应商合作 而RHD则偏爱那些在对待自己的员工方面 维持较高诚信标准的供应商 供应商的选择 不只是基于价格和质量 还要看是否和组织的宗旨保持一致 进化型组织经常也会主动地接触客户 邀请他们参与组织宗旨的共创 之前我们介绍过 巴塔哥尼亚号召其顾客通过修补 再利用或者回收循环的方式 延长依附的生命周期 RHD的反歧视委员会 不光教授员工们如何发现和抵制种族歧视 性别歧视或者其他形式的歧视 还给附近的社区和贫民窟的人员 传授相关的社会技能 只有获得客户的支持 RHD才能真正地践行自己的宗旨 从而帮助人们过上自主 自尊和受人尊重的生活 要跨越组织的边界 去获得供应商与消费者的支持 这个过程并不总是那么舒服的 因为这要求组织能够清晰而公开地 说明自己代表了什么 相信什么 以及要求供应商与消费者做些什么 并不是所有的供应商 都欢迎严格地审查 而有些消费者也会被类似 社会活动积极分子的立场吓跑 也许更让人难受的是 当组织拥有一个宏伟的宗旨时 我们对外公开了 却又对组织如何去实现 该宗旨闪烁其词 这难免会给人留下表里不一的印象 有时候 我们的遮遮掩掩 不单是因为竞争的原因 还因为 如果把组织的内部运作公之于众 并接受外界的审查 我们害怕自己会很尴尬 但是从实现宗旨的角度来看 我们对外界的公开 可以有助于获得更多的反馈和专业的支持 巴塔格尼亚在足迹编年史的倡议项目中 就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该项目旨在向外界完全透明地 披露公司供应链的信息 巴塔格尼亚的现任CEO凯西西恩 讲述了公司所经历的旅程 以及意外的收获 大概在四年前 我们制作了一个传统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并把所有的内容放到了网上 起名为足迹编年史 我们拿着数码相机和摄像机 还架设了近物相机 深入供应商的工厂 我们告诉自己的上游工厂 我们准备向消费者展示 产品是在哪里生产的 是如何生产的 工作条件如何 以及运输与水消耗 给整体碳足迹带来的影响 足迹编年史讲述了 我们所有干的好的 不好的 以及丑陋的地方 目前我们大概有40个品类 可以进行这样的追踪 代表了我们每年当季推出的 数百个品类的情况 和我们所有的人一样 一开始工厂很不情愿 走这条完全透明的道路 但是 消费者 生物学家和效能专家 纷纷发来电子邮件 给我们提供了大量 如何更好的生产和运输成衣的建议 网站上随时进行的互动非常活跃 真是一个令人兴奋的交流过程 我们从中学到了很多 这只是一个全新的 关于透明度的思考方式 而之前的方式就像这样 天哪 我不可以谈这个 我不能这样坦诺企业的事情 有人会攻击我 也会很愤怒 但实际上 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 我们越是诚实 开放和坦诚 消费者也就越想参与我们的事业 成为更好的地球公民 我相信 我们会亲眼目睹 越来越多的组织 选择这条彻底透明诚实的道路 让更多的外部人员或者机构 参与到实现组织宗旨的过程中来 因为小我的恐惧越来越少 对通过公关工作来包装的需要 会减少 掩盖失败的需求 也没那么强烈了 外部人员可以通过各种方式 深度介入到企业内部 客户可以参与公司举办的工作方 来共同倾听组织的宗旨 可以在网络上举行全员会议 这是美睫部的一贯做法 或者像巴塔根尼亚一样 选择将关键生产过程的视频 放到网络上 核弄志咨询公司 Holacracy One 开发了一个名叫 玻璃窝的内部网软件 它能记录员工的角色和职责 组织架构 会议纪要和衡量指标 通常情况下 这些数据都是相当敏感的 只开放给内部员工 Holacracy One 将它们都放到了网上 每个外部人员都可以看到 谁在负责什么 阅读最新的会议纪要 或者瞄一眼公司的内部运营数据 有针对性的情绪管理 和组成它的人类一样 组织也有情绪 我知道有些组织或其中的业务单元 内部充满了顺从的情绪 有些则流露出恐惧和怨恨 还有一些组织中充满了雄心壮志 心理学 脑神经科学和一些古老的智慧传统 都用自己的方式教导我们 情绪和情感是如何强有力的 限制或提升我们能取得的成就 沮丧时 我们会倾向于投降或放弃 愤怒时 我们会还击或者寻击报复 雄心勃勃时 我们将冲刺更高的目标 勇往直前 情绪在很大程度上 左右了什么是可能的 每一种情绪都会促使我们 采取某些特定的行动 或者阻止其他的很多行动 因此 有意识的管理组织情绪 是一个相当强大 然而经常被忽视的工具 它可以帮助我们实现集体的宗旨 就宗旨而言 我们要注意 不要将个人的意愿强加给组织 我们的个性可能倾向于某些情绪状态 比如有些人喜欢好玩 有活力的工作氛围 而另一些人则更喜欢严肃与专注 那么很自然的一个问题就是 当下什么样的情绪 能够帮助组织更好的实现其宗旨呢 也许是欢乐或专注 但也可能是混合的 谨慎 喜悦 自豪 关爱 感恩 惊讶 好奇 或果断 比方说 你认为当下需要的是感恩 感恩是一种强有力的情感 我们表明目前自己很满意 不去要求更多 此时此刻 我们已经拥有了所需要的一切 随着这份风营感 其他的情感也会自然浮现 我们将体会到愉悦与慷慨 我们也能带着爱和关切来对待他人 如果这种情绪如此有力量 那我们在工作场合 怎么才能有意识地培育它呢 我们需要创造一些唤起情绪的方法 连续多年 FEVI都坚持采用一个 表达感恩和庆祝的美妙做法 每次公司开会之前 员工都会依次分享 自己最近都感谢和祝贺了什么人 还记得OZ Vision公司的感恩日活动吗 所有员工都会获得一天的额外假期 以及一个装有200美元现金的信封 他们可以把这200美元 送给生命中任何一位重要的人 以表达感恩之心 回来上班的时候 他们要和所有40名同事 分享那一天发生的故事 今年累月 这些故事就在组织中 编织起强大的感恩的情绪氛围 在柏林ESBZ学校 每周五下午举行的赞美大会 同样会培养一种感恩的情绪 通过话筒传递出来的 每一个关于友善 勇气 关爱 或者专业性的小故事 就像一根根线 逐渐编织成了一条 色彩斑斓的感恩挂坛 成就了这所学校 独特的学习文化 教师会议目前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 每次都从一轮赞扬开始 坐落在德克萨斯州的贝利尔健康 是一家为医院提供呼叫中心 及其他服务的公司 创造了一个类似ESBZ学校的做法 只是形式有所不同 该公司表达感恩的方式 并不采用面对面的聚会 而是通过每周五的下午 他们称之为周五有好事 发出的绵延的电邮链 一名员工会向公司全体同事 发出一封电邮 以感谢本周对其提供帮助的 某个同事或部门 或者只是分享些好消息 第一封邮件总会触发 整个公司雪崩式的感谢和认可 这个做法帮助培育了社群感 也让一周的工作 在欣赏和感恩的氛围中 画上了句号 个人与组织的组织需要携手并进 相互促进彼此的绽放 今天的绝大多数组织 首先关注自我保存和底线 很少为员工探索个人的使命 提供良好的环境 因此 员工也只能从自我保存的角度 来看待工作 当作一种赚钱付账单的方式 相反 当员工被邀请 一起来倾听组织的宗旨时 他们也很可能会开始 思考个人的使命 组织的宗旨和我有共鸣吗 在这里 我是否感受到工作的感召 此时此刻 在我的生命中 我真正被感召着去做的事情 是什么 这个地方是否允许我表达自我 公司会帮助我成长和发展吗 当个人和组织的宗旨 进入共振和相互强化的状态时 非同反响的事情 就有可能发生 当工作遇到天命时 往往我们会感到 就像是获得了赐福 正如神学家弗雷德里克 布车纳所描述的那样 在这里 你内心深处的欢悦 遇到了这个世界最深的渴望 感觉就像插上了翅膀 直接运用自己的优势来工作 觉得一切都毫不费力 我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高效 我们最深层的使命是发展真实的自我 而不管其是否吻合那些所谓的理想形象 当这么做时 我们不仅会找到每个人都在追求的喜悦 而且也能发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真正的天职 帕克·帕尔默 招聘 培训和绩效评估讨论 都是很好的时机 能够自然地引发人们去探索 个人与集体宗旨的结合点 拿招聘来说 之前的章节中 我们介绍过进化青色组织的招聘流程 他们寻找三种类型的匹配 角色匹配 传统的技能和行为面试 组织匹配 组织的价值观和自主管理模式 以及宗旨的匹配 如果不涉及个人宗旨 那就无法针对个人与组织宗旨的匹配 进行有意义的探索 这里有一些可以运用到招聘过程的问题 你感觉自己的人生轨迹是什么样的 这里的工作该如何匹配 你所感受到的生命与工作的召唤呢 你和组织宗旨的哪些方面产生了共鸣 你有哪些独特的才能或天赋 可以帮助组织实现它的宗旨 最终 双方都要试着回答一个 既简单又基本的问题 我们可以开始共同的旅程吗 由这些问题所激发的讨论 可以触及实质性的深度 并帮助未来的候选人和组织 更好地认识自己 这样招聘的过程既促进了自我的探索 也实现了相互的评估 很多进化型组织都提到 其在招聘流程和录用决定上 花的时间明显要比一般的公司长很多 有时候他们会接受业务发展的慢一些 宁愿让某个职位空着 直到找到既适合这个职位 又与组织以及组织宗旨相匹配的人 招聘过程中提到的相关问题 也可以在年度绩效面谈中继续探讨 德国的精神健康医院 海里根菲尔德 就在其年度绩效评估流程中 使用了两个既简单又强有力的问题 我的心在工作上吗 我是在适合的岗位上吗 关于个人宗旨和使命的问题 往往是提起来简单 回答却不容易 组织可以通过个人教练 或者工作方的形式 支持个人的自我反思 两种形式都可以运用讲故事 或者视觉化引导的技巧 帮助员工识别他们可能的生命之路 当能够连接彼此的宗旨时 人们就会迸发出极大的热情 若能借助于它 组织必将成就更多 太多的人想要成为更完整的自己 太多的人渴望去发现 如果联合起来 我们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 玛格丽特·惠特利 与麦伦凯尔纳罗杰斯 当今的大多数组织 都觉得自己只是在商言商 完成工作罢了 不需要帮助员工 找到他们自己的使命 在这些无灵魂的组织中 许多人并不愿意去探索 像个人使命之类的私密主题 然而实际上 个人与组织的宗旨可以携手并进 当组织宗旨与个人使命 开始产生共鸣 并相互强化的时候 真正的不同反响的事情就会发生 组织的宗旨越是清晰 就会有越多的员工能与之产生共鸣 清晰自己使命的员工越多 他们能贡献给组织的能量就越多 也就越能帮助组织实现其宗旨 总结 清听净化宗旨 不只是杰克维尔奇的书在承诺营 回顾最近20年中最有影响力的商业畅销书 例如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 追求卓越 基业长青 从优秀到卓越 以及竞争优势等 每一本书的名字都揭示了 当今商界领导者相信的首要目标 获得成功 打败竞争对手和攀上巅峰 在这样的视角下 利润和市场份额就成为游戏的全部 股东模式的核心就是 管理者的核心职责 不是服务于某些响应外部世界的宗旨 而是股东利益最大化 最近我们看到一种新的视角涌现出来 利益相关者模式 他不仅强调公司要满足投资者的需求 而且要满足客户 员工 供应商 所在社区 环境 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需求 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需求 经常会相互冲突 组织的领导者必须居中干悬 最终让所有人都能满意 目前有不少非常成功的公司 采用了这种更加平衡的视角来运营 其中全时超市和西南航空是其坚定的支持者 从进化的视角来看 多元绿色的利益相关者模式 显然要比之前狭隘的成就成色的股东模式 先进了一大步 但组织依然被视为一个需要我们人类去驾驭的实体 这样它才能服务好所有的利益相关者 进化青色的世界观又朝前迈进了一步 组织不再被看作是一个资产 甚至也不再是为了服务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共享资产 组织被视为一个能量厂 一股自然流线的潜能 以及一种生命的形式 它超越了所有的利益相关者 并在不断地追寻自己独特的进化宗旨 在这个思维范式下 我们不再运营一个组织 即使我们是组织的创始人 或者法律意义上的所有者 相反 我们都是组织的管家 我们也是倾听组织深层创造性潜能的载体 只是帮助组织去完成 它在这个世界上的工作 这种世界观是如此的新颖特别 以至于我们可能还无法完全理解 它所有的含义以及带来的影响 例如 倘若将组织看成是一个能量厂 或者一种自主的生命形式 怎么会有人能够拥有一个组织 或者该组织的部分股份呢 今天依然是投资者拥有组织 也许我们需要创立新的法律框架 来给予投资者适当的位置 同时尊重组织的自主性 工作是爱的行动 彼得凯迪 当然我们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去学习和理解 但是本书所研究的一些先锋组织 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不少行之有效的实践 帮助我们去倾听组织的进化宗旨 接下来的这张表格 为这些进化型的实践 提供了一个便捷的总结 同时也比照了目前管理界主流的橙色视角 最终 允许组织表达自己的进化冲动 能带来一种巨大的解脱 我们不再需要预测未来 并设计完美的战略 我们不再需要迫使变革的发生 我们也不再需要制定详细的预算 却在没达标时惩罚自己 我们可以与生命共舞 去倾听什么即将到来 在一条更简单的路中 玛格丽特·惠特利与麦伦·凯尔纳·罗杰斯描述道 自组织的世界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奇怪的地方 我们没必要成为组织者 我们也不需要去设计这个世界 我们可以放弃以下的信念 各种各样的组织是我们的责任 这是一个困难非力的任务 因为总是要去推动某些事情的发生 同样我们也需要放下 世界没有我们就不赚了的信念 世界知道该如何创造 我们是这个过程中的好伙伴 或者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好伙伴 进化宗旨 关于宗旨 橙色实践的主要目的是组织的自我保护 无论其使命宣言是什么 在青色实践中 组织被视为一个拥有自身进化宗旨的生命体 战略方面 橙色组织由高层领导者制定战略 青色实践 战略从自主管理员工的集体智慧中有机的涌现 在决策方面 橙色实践没有倾听组织宗旨的具体做法 自我保护式的竞争是决策的关键驱动力 在青色实践中 倾听组织宗旨的做法是 每个人都是一个传感器 适合大型团体的流程 禅修 引导式视觉化练习 响应外部的鼓动 在竞争方面 橙色实践中 竞争者是能激发行动的敌人 在青色实践中 与竞争毫不相关 拥抱竞争对手 一起追求共同宗旨 增长与市场占有率方面 橙色实践是成功的关键驱动力 青色实践中 仅仅在有助于达成宗旨时 才有意义 利润 在橙色实践中 利润是先行指标 在青色实践中 利润是之后指标 做正确的事情 自然会得到相应的回报 在市场营销与产品开发方面 橙色实践中 由外而内 用客户调研和市场细分决定产品 如有必要就去创造客户需求 在青色实践中 在青色实践中是由内而外 宗旨决定产品 以直觉和美为导向 在计划预算和控制方面 橙色实践中是基于预测与控制 痛苦的中期计划 年度和月度预算过程 必须坚持计划 必须解释偏差和弥补差距 设立雄心勃勃的目标 以激励员工 在青色实践中 是基于感知与回应 没有预算或只有非常简化的预算 不跟踪偏差 寻找可行性方案 并且快速迭代 不追求完美答案 不断感知实际的需求 没有目标 在变革管理方面 橙色实践采用全套变革管理工具 以帮助组织从A点转变到B点 在青色实践中 变革不再是一个相关的话题 因为组织在不断地自主适应与改变 供应商与透明度方面 橙色实践是基于价格和质量来选择供应商 对外部世界保密 在青色实践中 选择适合组织宗旨的供应商 完全透明并邀请外部人员提出建议 以便更好的实现组织宗旨 情绪管理方面 橙色实践是空白 青色实践有意识地觉察什么样的情绪 会服务于组织宗旨 个人宗旨方面 橙色实践帮助员工明确 个人使命不是组织的责任 在青色实践中 利用招聘、培训和绩效评估 来探索个人使命与组织宗旨的结合点 组织宗旨的结合